过去有很多徒弟跟师父学佛 天天打坐,念经,磕头 他们说,我这样就能成佛了吗? 所以很多师父就告诉他 你打坐呢,你也成不了佛 你念经呢,也成不了佛 那么很多的徒弟就问他的师父 那我怎么样能够成佛呢? 师父就告诉他 因为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 这个哲理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只管根源,不问收获 很多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一个学博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为菩萨 因为他无我 他没有想过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是为了我的将来 我的名,我的利 因为他一切都忘记了 没有我像,你才能有佛像 一个自私的人,哪来的佛像 所以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 他成佛了 一个善良的人从来没想过要占人家便宜 但是他最后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佛想过什么? 佛只想怎么样来救度众生 怎么样来施舍于别人 怎么样能够让每个人心灵充满着智慧和般若 因为佛菩萨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样帮助别人 方便众生 如果我们天天想着 舍下自己 能够为别人多多的着想 什么事情为别人服务 每天想着 我应该为他多做一点 我应该帮助他 我应该去承担责任 然后每一天默默地付出 而且他不夸耀自己 慢慢地 他只是在责任当中理解 包容 去原谅 在任何学佛当中 他没有欲望 和贪图 这个就是无欲 一个人没有欲望的付出 这个人就是未来的菩萨 所以我们做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想象着 我能做什么 我以后要成为什么 我想得到什么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只有真心地对待众生 真心地爱戴众生 真心地去宽待别人 你才能把自己的佛心 全部捨出去 你会得到众生的佛心 因为你救度了众生的佛心 所以很多人天天说 我要成佛 我要一事修成 我要求得到 我能够一事修成 能够改变自己 其实这种需要 佛都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不管对什么事情 佛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欲望 所以我们做事情 做人 也不要动不动 为自己来打算 所以 真正能够为别人所想 为别人而活的人 你的愿力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 你说他有不有愿力 他有啊 他有愿力啊 愿力在哪里 愿力在心里 愿力不是告诉别人 愿力是自己用真心 默默的耕耘